麒麟电池的出现会直接断了汽油车的后路吗 即使是电池价格顶天的今天 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也一举突破了25%这个关键的节点 我们大胆的预测 现在的电动车就会像当年的智能手机一样 会进入长达10年左右的快速增长期 直接把汽油车打出冷宫 你们不信 现在就拿出手机去看一下那些二手车商的视频 新能源车的快速增长需要很多的科技去支持 今天我们就讲其中的一个宁德时代最新发布的麒麟电池 这是宁德时代CTP技术的第三代 那么先来讲大家非常关心的数据 第一个是能量的密度 麒麟电池的磷酸铁锂系统的能量密度是160瓦时每公斤 三元高捏可以达到250瓦时每公斤 而特斯拉的4680电池组的能量密度是217瓦时每公斤 相比起4680麒麟电池是多了17%的电量 从电芯的能量密度来看 麒麟电池是320瓦时每公斤 而4680电池单铁能量密度是300瓦时每公斤 第二个就是在相同电池材料相同尺寸的电池包子下 麒麟电池的空间利用率达到了72% 而4680电池空间利用率是63% 足足提升了13%的空间利用率 麒麟电池是怎么做到这些数据呢 四个字高度集成 他们把电池系统过去的纵横梁 水冷板格热电三合为一 集成了多功能弹性夹成 里面在搭建桥梁间 灵活匹配电芯呼吸进行自由的伸缩 还可以提升电池全生命周期的可靠性 那么电芯跟这个多功能夹成加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体化的能量单元 而且的安装是跟行车方向是垂直的 又大大提升了电池包抗震抗冲击的能力 另外呢整个电池系统的电芯 是采用一个倒置的方式 与底部共享空间 将结构防护 高压连接 热失控排气等功能又重新连接在一起 又释放了6%的能量空间 所以这个72%的体质利用率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个呢就是冷却效果大大提升 我们知道电池的热效率管理是非常的重要 直接影响到电池的安全性 还有电池的一个能量特性 以前呢水冷是放在电池的下面的 现在直接把水冷的功能放在了电芯之间 散热的面积一下子就扩大了4倍 所以电芯控温时间比原来缩短了一半 支持5分钟快热启动和10分钟的快充 而且支持电芯快速降温 组个电池之间的异常热传递 大大增强了安全性 据了解麒麟电池呢将会在明年进行量产 那我个人的猜测 从明年开始肯定会越来越多的纯电车 续航超过1000公里 假如电池的价格能够回落 那么新能源车将会一个更快的速度 占领乘用车市场的份额 直接给燃油车关上大门 所要值得注意的是呢 理想汽车的创始人理想在麒麟电池发布了之后呢 直接转发了一个微博 还配上文字明年见 所以你们说麒麟电池首款搭载的车型 会不会是理想的首款纯电动车型呢 你们来告诉我打在公屏上